有的是摸字型枕头 所以你怎么滚都滚不出它的枕心 另外年代新世界也推出了 老外 in Taiwan 的系列报道 要带您来看一看 有许多外国朋友 以台湾作为他们实现梦想的出发地 而今天要看的是 音乐向前冲的这位梦想家 其实除了一般人 对老外教英文的印象之外呢 您不知道的 还有很多人是以台湾这块土地 作为他们实现梦想的出发地 甚至是第二个家 今天我们要为您介绍的 这一位杜杰呢 他就是一个在这里 为音乐向前冲的梦想家 不过他为什么会选择台湾 作为他的出发地呢 来看看今天的故事 曾经参加歌唱比赛的杜杰 在这里有一个属于他的工作室 一步步在台湾 实现他的音乐梦想 嗨 在加拿大赢得国语歌唱比赛 冠军的杜杰 因为奖下的奖品 是从温哥华到台湾的机票 于是他踏上了这一块土地 他说在台湾除了空哨的工作之外 其他的时间都奉献给了音乐 妈妈怀孕的时候 然后他们每天 让我听三个小学的音乐 然后我出生的时候 还不会说话 可是我会唱歌 你是你我就是我 谁能说是缘分的结果 疼痛参与的温州 理性我无难接受 虽然心里有一份是我 我一杯感情片过 杜杰说这条歌里有他的故事 他用歌声来传达感情 也用音乐来寻找同好 随之随地都在学习 而他部落格里 将上的照片更是让人惊讶 除了外表看起来是个老外 却用中文记录了他在台湾的1.1 他做中文是在KTV里练出来的 就连他的口味也很大腻 我爱台湾菜 我喜欢吃鸡肝 我喜欢乳味 我喜欢吃鸡肝 我喜欢吃额埃线 还有鸡肝肝 我很喜欢 中台湾配的他 现在全新致力于音乐的创作 希望有一天能在他的家 台湾实践他的音乐梦想 我爱台湾 台湾我的家 年代新闻 陈寅慧夏军城台北采访八道